哈喽大家好,欢迎观看本期的视频 同样是主持人,在不同的地方身价也不一样 就拿央视来说,在里面工作是无数人都羡慕的 因为这代表着自己的能力得到了专业的认可 此外身价也就不一样了 而有这样的一位主持人,曾经有传言说 他是被央视开除了以后,才离开了主持舞台的 当年他与央视的一姐谈了六年的恋爱,却没有结果 如今二婚的他居然娶了比自己小二十岁的娇妻 这样的人生经历也是很丰富的 他就是成前,一个非常帅气的主持人 他在央视待了15年,但最终却离开了 他的长相无可消停,而且主持风格也非常的威胁 受到了不少观众的喜爱 但在97年,他结束了自己的主持人生 他的感情经历更是说上几个小时都说不完 曾经的他和董卿有着一段情 只不过六年的时间都没有迈入婚姻 两个人的感情也就淡了 而最令人惊讶的是他此前在媒体面前公开表示自己单身 但事实上,92年的时候他就已经是已婚 只不过这段感情只维系了三年 而如今的他虽然离开了人人羡慕的央视 但却过起了非常滋润的生活 他还是一如既往的帅气潇洒 虽然已经是个中年人了,但却没有发福 他现在已经二婚了,妻子居然比他小二十岁 一头短发还是俏丽,性格也很温柔 估计他也是有着自己独特的魅力的 好了,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次见,拜拜